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车记录器 大家好哦 大家晚安哦 大家都吃饱了没 我有个好爷爷人的老板刚买一台 2300 我问他为什么不用等车 他说加10万买马上就交车了 TICON是不是因为这样被劫走 应该不是啦 因为我的TICON 它很早之前 大概到港 大概4月中的时候 他其实就已经有给我那台车的车身号码了 我在我的Pulsa App上面 其实就出现车身号码了 那就代表进来了以后 已经确定我的车是哪一台车了 所以应该是不至于被劫走 我判断起来是这样 想要在自己的地方装充电霜的话 要申请要看你要装多大 这个我们之后有拍影片跟大家分享 你要看你要拉多大 你像我拉的是直流快充 那我们就很复杂了 我就要跟台电申请 然后要拉一条大电 除了拉大电以外 还要这个买一个大的变电箱 那个都很贵 拉一条大电跟一个变电箱都蛮贵的 而且我装的充电桩 还是快充的最倍时的速度 30瓦而已30千瓦而已 直流快充的最低阶最初阶的 很贵啊很贵 贵到我内裤都冷掉了 充电桩跟台电签契约用电 不是会比较便宜 那个我不知道 那个都是我们里面上面那个充电桩在处理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我知道就是要自己申请一条电 但是不是契约用电我就不晓得了 其实白饭这个事情 盖不盖其他新闻我是不知道 但是这个我之前直播也是跟大家讲过 网路使用者要懂得去分辨这个网路上面的一些消息 尽量不要随风起舞 偏偏在各个事件底下 你就会看到很多随风起舞的人 不管是正方还是反方 仿佛就把这一些事情 当做他们亲身经历亲身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评论甚至在上面大吵特吵 甚至吵到呢 这个要跃出来输赢都有可能 就跟我们的YT下面的一大堆留言一样 我觉得当一个聪明的网路使用者 还是不要太容易被操控 会显得自己无知 台湾人现在都很喜欢站态度 但是真的懂事情发生的情况 其实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是当事者 但是在下面留言留得很开心 大家都在下面留言留得很开心 那直播我不常去评断一些新闻事件 我会觉得说 第一个我什么咖 我凭什么评断 你问我黑人哥跟打牙 我是凭什么去评论 你问我nonon 我是要凭什么去评论 黄纸交 我是要评论什么东西 我们是什么咖 第二个是 我们根本也不是当事者 事实发生的当下到底是什么状况 谁知道 也许他的错 也许他的错 也许双方都有错 也许双方都是对的 你怎么知道 也许错的是发布新闻的人 对吧 所以我觉得你去发表一下感受OK 但是在上面影战跟大家在那边插来插去 那有个真的插得很认真 留言串整百个 甚至就把他一对一抓出来 PVP 有没有 两个在那边一句来一句去一句 跟我们之前那个车顾问下面那个 影战载一样 那个留言下面的 有没有 买书都冲得像当事人 还是当事人的亲战 双方在那边 战得这样我不知道 你生活中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在做了吗 要不要关心一下你的女朋友老婆 还是照顾一下你的小孩 你有时间在那边跟人家战那些东西 你为什么不去睡觉补个棉 你有时间在那边跟人家一句来一句去 你甚至你不是当事人 你也不知道那个状况 跟人在那一句来一句去 你的人生生活在这个留言里面吗 发表一下感受OK 在那边跟人家那边一句来一句去 很奇怪 其实有没有吃到饱 提供多少 我觉得那个都是其次 那个就是一个中文的博大精神 一个中国客制表述 对吧 很简单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讲法 对不对 你要说这个不是吃到饱 这只是提供而已 还是说你这个就是吃到饱 那看你怎么解释 真的啦 大家看一看就当做一个 这个笑一笑就好了啦 不要陷入太深啦 有时候反而陷入太深喔 还会让人家觉得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亲友团啊 还是有什么关系啊 对吧 上个礼拜 我们才在讲我的这个宝石杰 说这个宝石杰 这个公司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小师呢 有朝一日也希望小师汽车 也能成为像宝石杰 这样的一个高级的高端的公司 正跟你说你可以来领车 你才可以来领车 要不然车进来了 我在干什么 我不告诉你 我叫你来领 你再来领 有一天我希望小师汽车 也可以骗这样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今天接到通知了 似乎呢 好像可以准备领车了 好不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呢 在最近呢 大家可能会有喜美可以看 影片可以看 也有可能会有宝石杰的影片可以看了 好不好 要不然这个我已经闲太久了 我也不知道要拍什么了 我其实蛮期待喜美的啦 说实在话 喜美有那么快交车 我去年就订了 我是今年年初就订了 反正他一开始 还一有消息我就订了啦 最早订了 你起 至于有人说什么车评 把他跟PHEV的Prius 说是同期车 我还没有看到喜美的那个实体 所以我不晓得啦 但是以价钱来讲 他们好像确实会是在一个急剧 那至于说规格上面当然是有落差啦 原厂真笨怎么不顺便找小师哥业配 他很聪明啊 他那不叫笨 原厂是很聪明 好不好 他知道小师会买 自然有个人会来跟我买 我还花钱 请他业配 我还要花钱吗 一个本职迷来买的 我还要花钱 他不是笨 他是聪明 我那天有看到那个 电动车的那个叫什么 林立是不是 一台卖快一百万是不是 那是不是林立 我看到有点吓到 为什么那么贵啊 我记得九十几万是不是 他怎么敢卖这个价钱啊 你把那个壳拿来 加一个电池变电动车 一台小Velica 一百万 我不是针对他们 Velica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 他那个就是一台货车 他那个皮就是薄薄的一层 他那个就是做一个车壳 一个底盘 然后把车壳这样做起来 他要卖多少钱是他的事情 我先讲 这是一个经济自由的一个社会 他要卖多少钱 这是他的事情 我只是站在我是消费者的立场 嘿 要等未来电池价格便宜 电动汽车才会便宜 现在电池有很贵吗 电池已经做这么久了 现在电池是一个很贵的东西吗 一般保养都说是五千公里 但是由于工作保业务 平均一个月使用两千五百公里 朋友建议不用五千保养 一万保养壳 这样说法对吗 没有我觉得还是两个月换自由 换油一次不就两千块的东西 我不敢讲说一万保养 有没有什么坏处 但我认为你五千换绝对没有坏处 我先与其不论一万保养有没有好处 但我觉得五千换是一定没有坏处 我感觉是这样 你省了两千块干什么 那就跟你身体健康检查一样 对不对 你本来一年检查一次 那你要不要省时 赌看看 觉得我好像最近精神也不错 我觉得我身体不错 我省今年不要去体检好了 一样的道理你可以不要 你可以两年再体检一次 你甚至五年八年再体检一次都可以 但是我认为这个钱你要去省 那你就要面对 自己要去面对你未来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你自己要想办法去面对 这没有一定的答案 但我是认为 五千公里换一次有两千块钱 这个都要省 那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觉得是这样 另外一点就是 你不是很想要 长时间的持有这台车 你可能预计在两年 在三年 你这车你就会卖掉了 那其实我觉得也没差 反正到最后 你不用承担他的未来 就像这个假设 我觉得我只能活到五十岁 五十岁之前我就尽量抄 我就喝酒啊 熬夜啊 吃粉啊 对吧 我知道我五十岁就挂了 五十岁之前没有在管 我就不用管了 但我如果想要活到八十岁 那我就要多注意了 大概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是没有在注意的 朋友公共的Colplus 十五年只开两万公里 从没保养过 那不行 油也是会变质的啦 你沙拉油放久都会变质的 沙拉油还没有在运转 没有其实真的没有一定的答案 你看麦克星说 那一万每个月一号去换也是OK啊 所以这个只是取决于说 你自己多照顾你自己的车 箱片已经改包装了 实入一盒 而且呢 我们已经改成真空包装了 味道比较不用怕散开 所以你可以保存比较久 那口味的话有综合的跟单一的 有了新的黑人烫金外观的这个盒子 有兴趣去虾皮买 好不好 变相涨价 变相涨价了啦 推理 有很多网友啊 常常问我啊 到底男生怎么样啊 才可以金枪不倒啊 今天啊 小师啊 就跟大家推荐啊 这一盒啊 烫金黑盒子 著名黑人商标啊 蓝鸟金戒勇啊 回去啊 记得啊 拿出来啊 水啊 一碗煮成三碗啊 照三餐喝啊 男人啊 到了一个年纪啊 千万不要熬夜啊 油炸的东西也少吃啊 早睡早起身体好啊 这一盒啊 倒小师的虾皮给他买下去啊 买回去保证大家啊 家庭圆满啊 到最后老婆啊 她都不走啊 死黏着你不放啊 记得啊 赶快到小师的虾皮去买啊 你老公叫你电视转小声一点 师师老大真心推荐啊 师师老大 师师感冒胶囊 保护眼睛 巩固牙齿 活力送死啊 活力送死啊 最近有人在问说 这个请问一下认证书有用吗 其实有消费者问我这个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关于认证书这个东西呢 其实已经在很多的影片都说明过 我们再说明一次好不好 现在有太多的不管他是不是真的公正 第三方或者是校长兼壮中的第三方公正 还有呢 甚至有些在说哎呀我们有这个鉴定师执照 我跟你讲哦 政府目前并没有所谓的二手车鉴定师这样的一个证照 通常都是由工会或者是由某一些这个民间的团体呢 集合起来自己做一个训练 做一个考核 然后发出来证照 所以我记得没错的话呢 至少有三种以上不同的二手车的证照在颁发 有的叫什么建驾师 有的叫鉴定师 有的叫什么师 我不管 反正每个人就是每个工会或是每个团体 他们就自己弄一个东西 弄一个标准出来 所以就如同如果小师今天 自己也成立一个 小师汽车合可的一个训练课程 最后再来一个结业考试 然后我弄一个执照 那又多一种出来 那所以你要问我说这个东西有没有用 我也不能不可能与这一些为敌嘛 对吧 我也没看过那都打假球嘛 毕竟呢 依照台湾 如果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 你有曾经去考过丙级证照 乙级证照 我以前考丙级的时候 我在我们学校考的 那个每一关会有什么故障 我先跟你说 冷冻空调装修工 丙级 我本人 监考老师就是你的主任 就是你的老师 可不可以有提示 能不能给本官一点提示 或者是说第几台的故障点在哪里 你觉得我们不知道吗 你知道意思吗 连国家考试都可以了 更何况是私人的 一定都有啦 那很好扣的啦 基本上有付钱有上课 都买得到 你不要太含一定都拿到的啦 对不对 所以你要我去说 这个东西没效吗 我也不能这样说啊 真的有什么样的效用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那甚至之前呢 还有遇过所谓的鉴定书 说都有认证耶 我有认证书耶 问题来了 有认证书就等于车子OK吗 不一定吧 你要认真的去看 他认证书上面是写怎样吧 不是有认证书就等于可以买 你不能把它画上等号 有些消费者会误以为说 有认证书等于可以买 不是哦 那每一张都买得到认证书 因为每一间标准不一样啊 比如说我举个例啊 我记得没错的话 因为我很久没有去莱茵了啦 以前我们去莱茵 在做检测的时候呢 你的车有太大的疑虑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给你报告的 他们会直接婉拒 那就代表说 他觉得这个车问题太大 所以那个是莱茵 他们定做一个标准啊 至于标准是在哪里 不给认证书 我不太记得 好像是说如果有重大的 车身结构的瑕疵 他们就不给鉴定书 所以莱茵的标准就是在这里 就是假设这台车 他没有办法出示莱茵的鉴定书 那有可能 他就是没有通过莱茵的某一个标准而已哦 那是一个最低标准 那是不是有莱茵的报告书 就代表可以买呢 也不一定啊 每一个第三方的认证单位 他们定出来的标准不一样 就像我讲的 我的店对于卫生的标准是 吃东西拉肚子不超过两天 我就是经过卫生标准 对不对 有的是拉五天 有的是拉到肠子拉出来了 每一个测的最低标准都不一样 但是我只是要跟大家讲 有鉴定报告 有认证书不代表一定可以买 而且第二点你还是要去看 人家鉴定完的内容是什么 那有很多拿了那个报告书 我有认证书我可以买 他拿了认证书他看了半年 他也看不懂 他也看不懂里面写了什么 也许人家有跟你写啊 哪里怎么样 哪里怎么样 都跟你写 你也看不懂啊 好不好 所以是这个标准的问题 有驾照等于会开车 对 这个举例真的是非常的贴切 有驾照就等于会开车吗 中餐柄级考试老师说 只有主手没烧焦 我就发证照 以前考证照 兼考直接在摆板写答案 对啊 这就是这样啊 真的啦 你们有考过这一些 你们就知道了啦 我跟你讲啦 台湾是这样啊 乙级或甲级的 也许真的是一个 还蛮屌 蛮难考的东西 其他这种 一般的丙级证照 跟我们现在 坦白说啦 我自己啦 我自己觉得 二手车 周遭看过这些证照考取 基本上我觉得 就差不多跟那些丙级是一样的啦 很少有甲级 有啦 甲级还是很多啊 甲级电工执照啊 什么都嘛 有 那种乙级啊 乙级以上 真的就不好考了啦 那个排光租人 那妈一年就好几万 十几万 二十万 我以前那个丙级 只能租五千 慢慢追到MG的影片 你可 你认为其他代理商 赚很大吗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 说实在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比 就是例如说 你今天你去拿了一双 这个中国大陆的球鞋 李宁 对不对 你拿来台湾卖 然后呢 一双呢 卖九百八 好 因为你从大陆端拿到的可能就五百 你来台湾卖九百八 那你能去说爱迪达 对不 Air Jordan Jordan 一代 Jordan 二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六代 七代 你可以说他们赚很大吗 那一双他妈的都要卖六千 卖八千 还有草鞋的卖一万多 那你可以去说哎干他们赚太大了 好像也不是这样说的啦 对不对 你今天出去遇到一个阿六仔 跟金丝猫 我说鞋子啊 阿六仔李宁嘛 金丝猫就是Nike 价格相同吗 对不 还是乌克兰呢 价格相同样 因为厂牌不一样 他们这个专严的程度 品牌的这个支持 后勤的支持 完全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要说 当然我是站在消费者端 我常常讲一件事情 我不是希望车子卖很贵的人 我也很希望跟大家一样 花个九十万可以开到一台保时捷911 我也希望啊 大家都希望啊 就像大家都希望 我今天花个三五百万 我可以买在信义区嘛 走路过马路101嘛 大家都希望 我也希望啊 只是说 有时候因为品牌不同 基数不同 产地也不同 后续服务也不同 跟一个品牌的一个精神也不一样 我最常在讲特斯拉的一件事情 特斯拉固然现在市占率很高 建筑车做得很好 但是对于汽车的一个底盘 或是造车的一个理念 精神 工法也好 随随便便 我们可以找到这么多的百年车厂 那难道这一些百年车厂做出来的东西 会被一个五年 八年不到的一个车厂打败吗 那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东西是没有办法 短时间内被超越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还是要评估一下 但我的立场 对的确 我也认为说 税金应该要便宜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站在一个 一昧的说 车全部都要取消了 其实我坦白话讲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了 毕竟说这一些税收 本来就是支持 我们国家运转的一个 也许用在对的地方 国家就会运转 假设这一些税金 是真的也用在 让国家运转上面的话 我们假设那他也是维持国家必要的一个税金 你要说完全取消 我觉得也不太对 对啊那就是大陆的东西 他就是买一个品牌而已 那就是大陆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坦白说 真的对岸的一个造车 相信我觉得大家也不可自否 他们真的是蛮进步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东西过来 我觉得就市场导向 你说什么什么 什么比亚迪 还是什么东西进来 那就是自由市场竞争 东西好我就用 就像MG一样 现在MG大家还很多人在观察 不就还不到一年的东西 明觉 是不是 你就看嘛 就等嘛 等看看这些先买的人 会不会一年两年 变速箱就下课 对不对 会不会妈的要坏掉等料 等了一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嘛 这跟那时候纳智节一样嘛 我跟你讲台湾人喔 台湾人其实很大爱啦 真的啦 你看明觉 还不是卖到爆炸 有那么多人 对于这种 所谓的台湾大陆的这种敌对关系 赌篮到不去买的吗 有那么多人吗 如果有那么多人的话呢 他怎么会卖超过库嘎呢 所以说穿了 人民呢 爱不爱国呢 你会不会呼隆你爸爸 看钱够不够多咯 MG其实算卖得不错 我记得他好像有一个月 还超过库嘎是不是 还是现在都已经超过了 我最近没有看 所以 民族意识有这么重要吗 还不是看钱 反正就观察嘛 只要东西好 后勤好 大家就是会买啊 那有什么好讲的 华城宝马 北京奔驰 到时候再说了 咱们 也是看荷包办事的是吧 看小米的产品就知道 哪个不是买爆 是不是 东风本田 打不过就加入他 就是这种概念嘛 你能抵制到什么时候 就像一大堆人 在那边抵制大陆什么 你现在你到底要怎么 抵制大陆的用品 每个人呢 你看看你的身上 看看你的周围 能够不买多少大陆货 对不对 我称韩国货 我还称了一下 我还可以称一下 大陆货你怎么称 抵制黑心 我觉得台湾自信 租月租费 100多加4G吃到饱 还不是排吧 我后面一堆手做课程 叫剧都是大陆货 真的啦 所以你只能 单纯的把你的眼光 放在产品导向 就是说 我们先不论 它是哪一个国家的 那你觉得说 这个东西 这个产品是 本质是好的 它是耐用的 它的后勤是好的 品牌精神是正确的 对不对 就垫垫自己的荷包 所以刚刚有人问我说 什么现在韩国车的外观 已经变得很怎样了 的确在路上 有很多韩国车 都会让你多看两眼 但是买不买也是自己的选择 我目前暂时是还不会买 至少它还没有淹没到 我无法抵抗 国军一堆用品都是大陆质 抵制都是有的选择人会做决定 没得选择的还是要买够便宜的 没错所以人民大多都是无从选择的人 不知道韩国车 我是真的没研究 比较不好意思 我再一次强调 我没有说它不好 就是我没有那个习惯买而已 我还是再次强调 就是不要那么多 想要企图去说服别人 接受你的想法 现在台湾的网路 最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 为什么蓝绿白 会一直在那边吵架 很简单 每个人都想说服对方 跳到自己的阵营来 我在这边 我有叫大家不能买韩国车吗 我有因为线上的哪一位观众朋友留言说 小师哥我开韩国车 我说干你滚 出去 NO 应该没有吧 那是你的选择嘛 OK嘛 我们马自达都是赛车 对不对 谁不是看钱办事的 钱够多 我们马自达都是赛车 你没开马自达 难怪你会迟到 我跟你讲钱够多 塞车都会变赛车 那真的 本来是塞车都可以变赛车 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想说 干马自达 赛车就有名的吗 讲说开马自达都是赛车 反正站在消费者立场 车越便宜越好 看看有没有机会吧 我也希望有生之年 台湾的车可以变便宜一点 不只是车 房子也是 大家都是这样子 我们就是靠着 这个一点点的希望 抱持着一点点的希望生存下去的 应该是这样 我还是有抱持着一点点的 那个微微的希望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不能有个地方摆这些老车 另外我这边再跟大家宣导一下好不好 我们的网站现在在改版当中 那之后会增加新增一个线矿车专区 完全的不保固 建议呢 你自身有整理的能力的在行购买 那上面可能就会是一个 我希望它能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 就是真的 你如果对车有点兴趣 你想买回去自己慢慢搞的 你再买回去搞 因为我真的看一些很多人 很多的好朋友 交付给我们的一些车子 因为真的越放越久 很多车 你包含我最近的两台萨把 一台9000 一台是95 是不是 都花了10万块以上 我没看 我花了10万块左右 然后去整理 然后整理起来 说实在的 要卖的价格 也就是那个整理的钱 所以代表说 老车 只有我们这些老屁股看得开心 跟一些呢 少少的流量 在YT上面的流量 看到的人 哇 觉得好有爱 然后得要化修 当然我们也很感谢这些观众 因为没有这些观众 我们连流量都没有 所以我常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 以前我在电视看 那个国外有那种 整理车的频道 然后 为什么他们都愿意拍 这些频道这样 拍一季一季的这样拍 然后我们看了也觉得很好看 台湾为什么没人做 没太多 真的没太多 整理一台车所花的时间跟精力 讲科匹就好了 每天在拍这些传教室 他有那个时间 他去多卖几台车 他不是赚更多钱吗 科匹拍的那个 每周一部片 公益车也好 还有交大家 五猪五狗也好 花那些时间 科匹的时间 坦白话讲 他工时不便宜 我们都没有在计算 科匹的工时 如果要把科匹的工时 也算进去 我跟他那每台车都不划算 公益我们还是会持续做 好啦反正一年我们就是12台工艺车 后续还是会有那种人有问题 还是跟小智希的靠腰 没关系了 那个靠腰不理他了 因为我们车也真的太多了 反正我们就是把我们合约签清楚 你要靠腰就你家的事情 大家照合约走就好 讲清楚了 说明白了你还要买 你买了你就要自己负责任 当然法令也是有问题 不过我们还是陆续有一直在整理车子 其实有几台车都已经整修到一半了 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 还是会持续拍 只是说可能我们会去评估一些 比较没有那么有话题的 或是整理起来不划算的 我们可能就不整理把它处理掉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无限度的一直让车子越来越多 或者是车子放在那边让它渐渐老去 我觉得也是不好的 那后面我们还是有计划了一些 我觉得蛮屌的计划 好不好 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在陆续进行当中 真的真的 我自己都觉得还蛮屌 希望能让大家可以看得过瘾 不然每次在推车都 听小四辆卡好软 对吧 越来越没梗 不然还有什么 有啦 我没把那位车转回来 把那个我们实习生伟哥把他叫回来 帮他开个节目 我就差不多准备退休 哈哈哈哈哈哈 不然我这样大家看得到也算了 对吧 百万网红实习生 诶 以前我都不敢 不敢说 我现在可以说 我也算百万的 我记得 我们也有超过百万的了 不是只有哲伟有超过百万 我记得我也有了 我也破百了 我也百万网红了 会问MG的问题是刚好看完MG 接BZ4 很想问你 相信 Toyota 却又让你失望 MG能不能信 没有啦 没有什么能不能信的问题啦 Toyota也不是不能信啦 我从来没有讲 Toyota不能信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这很简单啦 有人我曾经看过一个留言啦 他说Toyota怎么样漏个水 还是冲个电 就被你们干到翻 还是轮子开开喷掉 召回送个悲剧 还补偿给你不好吗 就被你们泡到翻 阿阿妈的浮测水 塞漏水 三小有的没的 你们倒是修得蛮痛快的 活得蛮精彩的 对不对 类似这种感觉 可是我常在说一件事情 很多的父母一样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对吧 对你期望越高 失望才会越大 我如果不骑不带的时候 譬如MG 我们如果不骑不带的时候 反而觉得 让我们觉得很惊艳 对不对 你一间那久 在台湾深耕这么久的车厂 你不应该在服务上面 各方各面 都应该要用高规格下去做吗 你在台湾有这么大的市占率 台湾人这么相信你 车美市 已经被讲到臭掉了 老水啥 服务什么的 我们先不要讲 BD有没有洗车 有没有给我充电 还有那个什么 上次那个什么跟原厂 在那边 副厂长在那边买都好 讲难听一点 台湾假设啦 台湾有奥客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以前你能够处理 你现在没办法处理 也是蛮奇怪的嘛 所以我不是说 他不能买 他不能信任 基本上 Toyota他是个好东西啊 只是说 你不要辜负 台湾人对你的信任嘛 我觉得任何一个厂牌都一样 我刚刚讲了 你纳智杰开始卖的时候 台湾人没有给你机会吗 其实纳智杰卖很多 路上那时候到处都是 你很棒 纳智杰你刚开始卖 你不给折价 你很棒 大家也都买嘛 OK嘛 结果 你又没有伤人家的心 我就这样 我就这样问 我是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买纳智杰 我就问 他有没有伤到台湾人的心 有多少人被他伤到心 我不晓得 我说台湾人其实很简单啊 台湾人很好操控 一个白饭就可以说整个星期啊 台湾人不好操控吗 我不是车主啦 我只是提出这个疑问 你们这些观众 你们的周遭 买过纳智杰的 有没有被伤到心嘛 就这样 我就简单这样问就好 他们还会不会再买嘛 没有人要去弄你啦 就跟我要去安坑充电一样 我没有要弄你 我只是想充电而已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们要的其实很单纯 我要的不多 大家也是希望台湾的消费市场 这个汽车新车的市场 价钱越来越合理 那服务越来越好 后勤越来越完善 纳智杰伤了我的新SUV7前车组 我们线上有一个前车组被伤到心 这个也是个好机会嘛 如果今天我是别的车厂 我是MG也好 我是其他车厂也好 对不对 有人在摆烂了 我就趁这个机会 趁这个势头 看可不可以追过去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好的例子 以前亚虎奇魔拍卖第一名 2003年 我第一次在网路上卖车子 Po车 亚虎 我还记得我第一台Po上去的车 是这个菲亚特的Ponto 还不是GT哦 还是CVT的 自排的Ponto 黑白熊猫配色 引擎盖是黑色的 印象很深刻 CVT的 2003年那时候 亚虎算最大宗 最多人用 开始Po车了以后 哇生意好的不得了 瞬间 那一两年的时间 所有的车商 全部都到这个 亚虎上面 大家在Po车卖 那后来呢 缺乏管理 开始有一些那种欺骗 假价格 Po低价什么什么 然后亚虎那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 为了什么原因 没有任何的管制 乱七八糟 那时候8891 刚开始 他们就开始弄 就在那个时候 整个超车 后来过没多久 亚虎整个卖掉了 我记得是这样 那现在亚虎还在撑 你们现在去亚虎上面 还可以看到 二手车这个栏位 但是请教 线上的观众朋友 你有去看过吗 你有到亚虎的 二手车专区去看过吗 我现在就问 他已经整个 那个市占率啊 已经一去不回头了 没有说是二手车哦 不是新车规格 新车规格我也会看啊 是说台湾的 亚虎的二手车的专区啊 他以前是第一名 所以我说 生意好也是不能摆烂 你还是要这个莫忘初衷 还有人第一次知道 亚虎有二手车的 以前他是市占率是最高的啦 而且他是这个开路先锋 刚开始在网路上 可以有一个平台 可以卖二手车就是他 其实我觉得收费 没有关系 但你要管理 我可以告诉各位 我自己觉得啦 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啊 数字网啊 8891啊 他如果再不好好的管制啊 他应该也会慢慢的往下走 为什么我支持车顾问的网站 我认为一个好的网站 要有人管理 你不能让人家乱po 你不能为了赚钱 一台车 有十个不同的人po 有十个不同的价格 有电洽的 有卖三十万的 有卖十五万的 有卖三十八万 也有卖八十万的 同一台车 站在一个平台的立场 我晚上睡觉 我管你 你一台车要po十个 我才有钱赚啊 你十个不同的人重复po 我一台车可以赚十次啊 问题来了 你赚钱很容易啊 但是你不管你 久而久之呢 人们对你的信赖度 会一直降低 直到没有 或者是直到 另外一个平台出来超过你 我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去支持车工的网站 我觉得你如果你要做正确的事情 你要管制 那我期待台湾有一个干净的二手车的一个网站 Long Life直播 在上面呢 我上面可能会比较偏向 我还是有主题 Long Life的主题 我们会有一周两次 整整四周一个月的时间 那我会比较偏向于讲说 从零开始如何进入二手车这个行业 跟大家分享 那你如果是对于这个行业有兴趣的 你想要加入这个行业的 那建议呢 可以去下载一下Long Life Long Life已经下载好了 跟老婆说法是要看小师 老婆很体谅的接受 好啦 就是这样就对了 没有我们是认真的 那看情形啊 如果Long Life里面呢 干爹送我的东西越多 也许可以召唤到檳榔城也不一定 檳榔城教你怎么做二手车 好不好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对这个行业想要了解 是怎么运作的 怎么进入这个行业 那我会比较偏向于这个主题下去聊 好吧因为时间不多 他大概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还是会时间上面还是会延长 一个小时哪有跟我说对吧 你现在要说那二手车的密信的 没那么简单说完 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题目啦 因为叫大家跳一个平台去看 还要去下载这个东西 那坦白说嘛我签约我站在这个直播组的立场 我当然是希望说不要太难看嘛 对吧我小时每次看得到流量就好 我比较成好多人喜欢 叫你开个浪Live 跟你签个月来这边他妈的三十个人看 对吧 很浪费的 所以我决定想了半天呢 我要给大家一个平常不会有的题目 那让大家有想看的这个念头 对不对 至少我们直播人数要能看嘛 欸我跟你说 我今天我来去开直播对吧 我那流量啦 瞧过那些 啊谢谢 啊好开心啊 有点免账 我们如果超过他们啦 我跟你讲啦 我在里面我就抽中了啦 对吧 我们去直接冲上排行榜对吧 第一个竟然是一个檳榔层的图贴 第二名第三名全部都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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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的二三四五名 那就抽了啦我跟你说 不可能喔 啊 慘 不要紧啦 大家朋友要交到哪里就看你们了啦 up to you啦 你们选择啦 看大家是要牵牵就好 还是要穿高啦 你们自己想清楚就好了啦 我话就说到这里啦 不要说太多啦 说太多没意义啦 听到欧人的变啦 三文情七文片啦 好不 就是这样啦 情乐就对啦 哈哈哈哈哈哈 人家的情绪勒索 大家要交到哪里就看这次了啦 我话就说到这里 不要说太多啦 说太多人说我情绪勒索啦 我不是那种人啦 我告诉你啦 大家刚才好就好了啦 Ultra-S3 地表最高 C-P值行车记录器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感觉现在的社会 只要可以评价的商家 没有负评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我是这样觉得啦 看比例啦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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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啊 什么都不必说 我已经不再是那古葲里花朵 啊 啊 什么都不必说 我是一只鱼 小心眼和坏脾气 没有你 好啦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